哪一種人為的活動最可能增加那個地區的生物多樣性 我們必須要先來看一下什麼是生物的多樣性 生物的多樣性呢其實可以從三個層次來看 而且這三個層次是有尺度之分的 最大的尺度是所謂的生態系的多樣性 這邊談到的是一個區域它具有的棲地的種類是不是很多 第二個呢談到的是物種的多樣性 在一個地方呢它的物種的種類數啊還有均勻的程度等等 最後呢是基因的多樣性就稱為遺傳的多樣性 談的是一個物種以內它基因奇異的一個程度 那這一題呢談的都是一些區域地區 所以我們要談的主要就是棲地的情況 也就是生態系的多樣性 好我們一個一個選項來看 A選項把自然靈改為人造靈 自然靈和人造靈哪一個地方它的生態系多樣性比較高呢 應該是自然靈 所以你這樣一改 生物多樣性是下降的 B選項 B選項水泥地生態池 喔會上升喔 C選項野生的池塘 B選項改成環境單調的飼養場 下降 C選項呢 濕地的海岸 有各種育恆科啊 艷牙科的鳥類 你把它填海變成農地 單調了下降 E選項 原始的河岸 你把它變成 孔孤立 水泥 下降 所以這題很簡單 答案是B